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介紹的是洋蔥黑椒炒金錢剪 材料方面, 買了一條急凍的金錢剪 半個蒜頭和一個紫洋蔥 牛腱溶了後, 洗乾淨 切了多餘的脂肪 頭部和尾部比較厚 頭部和尾部可以切開 放進去煲湯 切片時, 鹽太細快 可以叫喜相飛 切一下, 不斷刀 再切一下 醃料方面, 用油, 生抽, 生粉 醃料 記得, 牛肉不能加鹽醃 拌勻後, 醃15分鐘 然後, 準備洋蔥切條 蒜頭切成粒粒 然後, 材料準備好了 然後, 燒熱油鍋 油鍋可以加油 然後, 爆香蒜蓉 然後, 再放洋蔥 然後, 再放洋蔥 然後, 把牛肉煎 牛肉煎, 不可以煮得太久 煮得太久 煮得太久, 就會變硬 剛好一熟, 就會很脆 其實, 只有金錢煎 才可以用來炒 加少許豉油 和糖 然後, 加少許水 煮一下, 讓它煮熟 但, 是很少水 不要加少許水 蓋上蓋子 當你見到有少許煙出 我們就拿上蓋子 然後, 炒進去 然後, 看看有沒有血水 最主要就是, 看到牛肉沒有血水 那就已經可以了 最後, 放些黑椒 我這隻是碎的黑椒粒 然後, 上碟 那我送就完成了 那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 就like, share, 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黃之拉廚房 那我就想說說, 如何訂閱我的頻道 那在我的影片下 有黃之拉廚房的位置 旁邊有紅色訂閱的字 然後, 按了之後, 有個小鐘 那你就再按 然後, 選擇全部 那就可以完成了 那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 還可以like我這條影片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